哎你拿着玩意干什么呀 收拾你儿子 我儿子又怎么了 你还笑 你还好意思笑 我今天也都被你丢光了 那怎么回事啊哟 他今天写的作文 被老师给点名了 被说了 把你作文拿出来 都给你爸爸听听看 写什么东西 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有个圆圆的脑袋 圆圆的大脸 圆圆的眼睛 还有一个圆圆的嘴巴 没毛病没错 不是都是圆的 我都圆的 我成不倒翁 老师说了 不要都有圆圆的 全都有圆圆的不行 后来老师让他重新写了 他写了什么 他写了你听了 我的妈妈长着碗口大的眼睛 什么意思 是你眼睛大 你知道碗口有多大吗 你这么大 你妈妈的眼睛有这么大 后面还写了 有两米多长的牙 这牙真长 比你妈妈多长 你爸爸才一米八 两米比你爸爸还长 不是去逮捷 这两米多长的牙 后面还写了 嘴虫雪红雪红的 嘴虫雪红雪红的 你的嘴巴不是本来是雪红雪红的吗 那是口红口红你知道吗 那写的还不错啊 这上面 那是你没看到后面 后面太恐怖了 后面写着什么 我的妈妈非常非常厉害 要是把她和两只老虎同时关一起 那第二天 打虎英雄就不一定是武松了 怎么了 还要帮我跟老虎关一起 还两只 你说咋想的 说明一只打不过你 要两只老虎才能收拾你 我有那么厉害 好好你应该这样写 妈妈有一双乌黑的眼睛 弯弯的眉毛 雪白的皮肤 还有一个樱桃小嘴 笑起来非常的温柔 那你不是说小孩子要疼死吗 那那不对吗 你说那那不对吗 对吗 小孩子就不应该说谎的 怎么说谎了 那那哪里错了 你够问了吗 你这一点就不行了 那那跟你们讲 你来讲 好好你的中文啊 老爸爸真的刮目相看 你遇传老爸爸良好的知音 真是脑洞大开 幽默分智 但是我跟你说 没有娘米肠的大鸭的 然后你去把中文改一下吧 啊 嗯